很漂亮 伊迪亚带下往前走 最终还是撑不住了 25号李勋犯规 而且主台班范棋是指向了点球点 这个球很有意思 我看到坤哥笑了 但这个犯规的位置 到底是在进区内还是进区外 那一下那真的没有看清楚 对 还是得通过慢动作来看一下 然后沿边的队员都围上去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怎么看都不应该是点球 我觉得要吹犯规的话 也是应该在进区外 对啊 而且这球可能 曹云定跑了好几步 终于在进区里面 可能最后冲得太快 惯性的关系 控制不住重心倒下来了 但是这跟点球好像真没关系吧 可能这个球可能影响 之前影响他的技术动作 然后要影响的话 要吹犯规也吹回来 应该是在进区外 不可能给点球 但是裁判就给了 好 穆雷诺来罚 点球罚进 不算 有提前进入禁区 比亚特里 从罚 好 范棋照道理也是 是咱们这个老资格的一位裁判了 也在这个 没拿过金哨 但也拿过银哨 也是老资格的国际级裁判了 但刚才这个点球判罚的这个误判 不太应该啊 确实有点争议啊 这次我判了 但是既然判了 但是作为球员来讲 就应该去服从 莫雷诺 有一次站在了点球 点前 哎呀 这球突飞了 这球太不应该了 而且我 第一个点球罚进来又叫你罚第二个 我也不知道范棋这个套题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现在比分是我是2比0的话 可能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对于演变队来讲 这两个点球 其实莫雷诺打的都是上脚 就刚才这个被吹掉的那个点球 叫他重罚那个点球 其实两个球打的角度 莫雷诺是一样的 那比赛 比赛 的 好 是 det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